时事焦点 热门话题 专业评论员时事观察 时事观察 各位听众两位 我来言诚和大家谈谈世界大事 香港立法会 保选刚刚有结果 本来是四席 被DQ Disqualify 都是民主派 再选建制派 赢了两席 形势相当不同 而且在这次 相当激烈的选举当中 郑泳迅 主要是一个新的年轻人 在民建联里面出来 结果成功 以二千多票之微 赢了姚重严 姚重严是被DQ的议议员 他想重新出选 借着悲情 是否赢得到 结果是失败的 郑泳迅也是一个 比较清新的面孔 也是比较英俊的年轻人 他在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 他就是草根阶层出身 但爸爸后来就发达 然后上了上层的社会 他在外国留学 然后回来 爸爸虽然是有钱 也做了很多社会关怀的工作 于是爸爸叫他回到社会关怀 然后下了区那里去工作 又做了区议会 他成为区议员 也有一定的社区工作的经验 也是一个对深水埗一区熟悉的人 就是深水埗小时候长大的 但是当然 爸爸成功之后 就搬去别的地方 但是回来 他也下回深水埗 下回草根大肿 这次民建联特别推新星 鄭泳迅 看看他能否成功 结果他成功 鄭泳迅开怀第一次 97以后 民主派和建制派的对类 是单挑戏的 一对一的对类 是建制派赢的 因为在过去一直以来 票数的分布都是民主派6 建制派4 一直以来都是民主派的民间支持 或草根支持是强一些的 但是结果这一次 能够建制派是零的突破 是得到草根的支持是多了 当然 这个鄭泳迅 他有一个特色 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他是一个在深水埗的很大间香港最大教会 恩福堂那里聚会 他本身都是一个教会热心的人 但是他那个教会都成了万人 但是教会的人出来支持他 教会的动员 除了恩福堂 还有其他的教会 是动员一些人去支持 因为他主张是一夫一妻 一男一女的家庭价值 教会的群众影响 当然很多方面 很多势力都想去借用教会的群众 例如说讲公义 民主派想教会的年轻人出来 支持他们那些运动 但是主流教会的领袖 都不会特别支持 而这个主流教会 也不是特别支持建制派 因为在教会的立场 基本上 就是每个信徒 我自己良知去作决定 就没有说你应该指示什么方向 但是教会 却是比较会重视 即是基督徒比较重视 就是婚姻的价值 家庭的价值 所以当郑永信 是特别公开支持这方面的价值 得到多了一些基督徒的支持 今次二千多票的赢 其实相信 在基督教那边的票本来 以前都会比较散的 现在就集中在他那里 那他赢了的 这个也是一个很特别的 所谓一个宗教上 在群众里面 是一个小数 但是一个重要的小数 在关键时刻就赢了 当两边 在世军力敌的时候 如果教会去了这一边 那些票最后就赢了 这是一些不同的分析 看得出 当然 这个邓家彪 他本来在新界东 他都想说他是支持 这个 这个家庭价值 都希望得到一些教会支持 但他本身并不是一个信徒 而且人还挟回他以前 是被同性戀 同志派的人 说他是一个 同志方面的人物 他支持同性戀 同性戀 同性婚姻 这条线 以前曾经被人这样说 现在又是支持家庭价值 所以就会有点被质疑 他的这个真正的方向 只是为了群众投票 也就是说他是真正的 这样的价值取向 那邓家彪呢 其实都在社区草根的工作 经验就很多 他做过立法会议员的工联会 这样呢 提到争取过一些的事情 但是最糟糕 他在立法会 就是那个的 出席率 就不是很多的 而今次他在新界东 都是以接近两万票 是输了 其实都很多建制派 包括前的香港的官员 甚至有些明星 陈小春那些都出来支持他 但是呢 都是新界东攻不破 这个民主派的阵役 范国威跟他争取 结果是赢了 范国威民主派里面 本来是一个半役的民主派 就是民主党里面分出来 那么想呢 就是建立他自己的新的民主势力 但是呢 他分出那时候 当然都是拗叫的 但是呢 最后呢 就是 结果他是 因为他仍然是各方面 民主派出来支持他 那么他终于呢 都是叫做 拿到 拿到 万几票赢了 万几至两万票接近 这样 而另外 在港岛区呢 是 陈家沛 这个女性 就 温柔大方形 那本来呢 他都受到很多的支持 和他走出的形象相当好 还有呢 他的对手 是属于 年轻的那种港独派 其实呢 是 欧乐生 那呢 其实是 他应该是形象上是较强 那不过呢 他出来 选当时呢 在辩论上呢 他是缺乏那些 瑞丽的持风 就 而且呢 在这个区里面呢 还多了一个任良軒出来 任良軒就是旧时的 所谓 维园的少爷 维园的一个 就是 就是 骂政府的一个年轻人 但是呢 他呢 就因为 过分激烈 后来又遇着一些美女 他又 有性侵犯呢 就令他呢 失去了 就是那个的 诚信呢 那就落了了 虽然他一直走激进路线都不成功 但突然间呢 他转变呢 走去商界路线 就 因为年纪大了 温和了 那就走回中间路线 那就 在任良軒 在辩论里面追问 陈家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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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的确呢 缺乏一些口才的回应 我相信那里呢 在公开辩论那里 实际分 以至到呢 是终于呢 但是任良軒就 又抢不到那边多少票 所以这个的 因为被DQ的周庭 那他那边再出一个 这些港独年轻 终于是赢了 所以呢 民主派呢 就是在直选里面呢 是赢了两席 但是建制派赢了一席 那就以前 正如我所说的 单挑来说呢 是 民主派不会输的 但今次呢 是 但是鄭榮迅呢 就零的突破呢 就是建制派的支持 一整体来说呢 那个的 民主派和建制派的票 的分布呢 已经不是六四之比了 大家呢 都是四十多的 47对43 就是这样呢 是很接近的 那这个的转变呢 都很明显呢 就是看见呢 香港的群众呢 就是对民主派 是太过的 用拉布啊 吵架的方式 在议会呢 是将很多 民生议题呢 都不会通过 就令到香港 發展缓慢呢 都是相当厌倦 那民主派 都要想想 就是老的民主派呢 其实他们 都是好像李柱明啊 那些呢 无论如何 他们都是很理性 而且呢 是不会呢 是 无端端用这些 拉布的技术呢 纯粹是一种 吵架方式 去处理议会 那呢 是真的用论辩方式 虽然投票是输 虽然得到尊重 但是呢 就现在就是靠拖延议会 等等做法呢 基本上都不会 得到支持 因为呢 始终呢 很多东西 香港是需要發展的 你不是说 藐视香港政府 令香港政府癱瘩 这样 让大家受害呢 来争取政治的支持 所以民主派的 可以说 这几年 自从 特別是 佔中以来 所走的 这个做法呢 即是 它是 煽动到 一些情绪 但不能够 真正为香港 做到什么呢 都要想想 民主派 应该都要想到 自己的战略了 那当然 还有呢 就是在 间选方面呢 就是 謝偉全呢 建制派呢 是 贏了西人的司马文 那司马文呢 因为他自己都 潜见 和又 多多解释 就是 不是承认 那所以司马文呢 加上他是西人呢 始终呢 都是失了相当多的票 那所以这次呢 建制派贏了两个 而民主派呢 贏了两个 那可以说 DQ之后 是 被建制派搶到两席呢 那这个情况呢 就的确是 和以前呢 民主派 教委 在选举上 佔休的情况呢 有了很重大的改变 好 休息一会 再谈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